好一样是非常热闹的十大夜市到底会不会因为居民抗议而消失呢 目前高达了500多家店面面临10天内就得关门的窘境 不只如此如果按照8米以下道路不得开店的规定 十大商圈真的很可能会消失了 但是呢居民心愿达成但商家却是无路可去 组成联盟的商家们下午纷纷在店家吸起了黄丝带要争取生存空间 店家吸上一条一条黄丝带 乡臣把十大商圈存容与共全部联系在一起 因为有些店可能10天后就得关 下午准备营业的服饰店是不少女学生和OL的最爱 另一边的健康卤味更是商圈招牌之一 但老板们现在最怕的就是接到10日勒令协业单 有听听留命吧 就是这些公文 北市政府建管处开出要求不符合八米宽道路的店家 收到通知后第十天给关门 否则开发6万到30万 从去年底普城街13巷也就是一国美食街 有名的小贩馆Evans Burger都收到协业通知 今年1月轮到股峰里开了13年的泰国餐厅伊洛瓦里也收到通知 而对面的龙泉里一样老字号20多年广深食品行也没被访过 这个月换成云河街75项几乎每家服饰店通通接单 目前至少500个店家面临协业 我们非常的希望可以跟居民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那也希望政府来辅导我们 让我们让政府成为我们跟居民之间的桥梁 自发性团结的商家强调会自律 但最不能理解的是几十年来都合法 却突然间变违法 还得在十天内关门 让超过一万五千多名的老板和员工 真的是欲哭无泪 中文新闻王宗瀚路易台北策划报导